北京时间2022年9月9日 英国时间9月8日 根据外媒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 享年96岁 此前 白金汉宫就证实英国女王正处于医疗监护状态 之后 女王家人纷纷从各地赶往巴尔·莫列尔城堡 想不到这么快就去世了 提到英女王 大部分人想到的应该都是伊丽莎白二世 即现任的英女王 她是乔治六世的长女 1926年4月21日出生 1952年2月6日继位 1953年6月2日加冕 自从23岁成为女王之后 伊丽莎白二世就坚守在岗位之上 直到现在已经96岁的她 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郡主 这个消息有点突然 因为英女王近期健康状况很是波折 最后一碎露面 她似乎还很健康 当时她正接见英国新人首相 也是第三位女首相特拉斯 这篇显示英女王是住着拐杖独自站立的 而且从拐杖的倾斜角度看 她似乎也没有格外的依靠拐杖 后续 英女王又是和对方握手 又是接受对方的屈膝礼 神态和表情都很自然 举手投足之间也看不出异常 偏偏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 根据外媒报道 英女王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医生们开始担心她的健康 建议她接受医疗监督 四个孩子都已经陪伴在她身边 同时呢 其他王室成员也已经前往城堡 接下来 相关报道内容就越发的严峻起来 有媒体称BBS中断了原本节目 主播穿上了全黑西装 还戴着黑领带 似乎在释放信号 也有媒体直言 有关英女王健康状况的声明更新太慢了 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有五个小时 其实 谢欣的网友应该注意到 英女王最后一次露面 已经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她会见新人首相并没有在白金汉宫 而是在苏格兰的行宫 这也是她在位这么多年第一次这么做 原因就是她行动不便 哪怕照片里的她看上去笑容满面 尽管一直有意隐瞒 英女王的健康状况还是能从她的活动轨迹和露面安排看出端倪 7个月前 也就是2022年2月份 在英女王96岁生日前两个月 95岁的她感染了新冠 虽然对外一直声称症状轻微 但是却一度地连视频会面都取消了 直到3月份才彻底恢复对外活动 2022年6月2日至5日正是英女王在位70周年的庆典 但她在第一天活动之后就身体不适 之后缺席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活动 全部露面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小时 明显健康状况不佳 直到庆典结束之后的最后一刻 英女王才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出现露面 挥手打过招呼之后又进入内室 一直以来 英女王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除了女王 她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近些年我们也见证了太多时代落幕 最后也放上英女王和她丈夫的经典合照 让我们一起赶怀过往吧 当地时间9月8日 英女王在她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雷尔堡安然离世 享年96岁 这个消息实在是有点突然 毕竟就在两天前 老人家还住着拐杖 笑容灿烂地在她苏格兰的家里 接待了新任PM利兹特拉斯 不过当天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 明确发出了一些不祥的信号 9月8日上午 白金汉宫极罕见地发布了一份 《关于女王健康状况》的声明 这种情况非常不寻常 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评论 或者透露女王的健康情况 因此 在很多王室专家看来 这已经是非常不寻常严重的情况了 与此同时 女王的儿孙贝也从全国各地紧急赶往女王所在地巴尔莫勒尔古堡 据9月9日消息 当威廉王子 安德鲁王子 爱德华王子和索菲 威塞克斯伯爵夫人一行四人到达巴尔莫勒尔之前 女王已经离开了 该消息指出 剑桥公爵与安德鲁王子 威塞克斯伯爵夫妇乘同一架飞机 于下午3点5时到达阿博丁机场 离巴尔莫勒尔最近的机场 一行四人和护卫队匆匆赶往巴尔莫勒尔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另外 因为要照顾刚刚开学的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 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 没有与威廉王子一起 据悉 新任P.M.莉兹特拉斯 在下午4点半收到女王去世的消息 而威廉王子一行四人到达时 刚刚过了5点 也就是说 他们从机场开车 到巴尔莫勒尔堡的路上 老人家就已经离开了 女王离开前 只有查尔斯王子 康乌尔公爵夫人卡米拉 和安妮公主陪在她身边 于6点半 白金汉宫正式发消息 证实了女王去世 以及查尔斯王子继位的消息 今天下午 女王在巴尔莫勒尔 与世长辞 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 今晚将留在巴尔莫勒尔 明天返回伦敦 随后 英国新任国王查尔斯三世发声明 致敬他的母亲和女王 我深爱的母亲 女王陛下的去世 对我和我所有的家庭成员来说 是一个最悲伤的时刻 自此 一个持续70年的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代结束了 不孝孙 哈利王子 是在正式声明发出半小时之后才到达的 一下飞机 哈利应该就得知 女王去世的消息 因此 他被拍到一个人独自坐在车里 非常悲伤的画面 只是不知道这位落跑王子心里会有多大的遗憾和悔恨 毕竟如果不是这突然的变故 他和他美国女演员的妻子梅根·马克尔 甚至都没打算去巴尔·莫勒尔堡 看望一下他深爱的年迈的祖母 据悉 目前伦敦桥行动和独角兽行动已经启动 独角兽计划属于伦敦桥计划的一部分 针对半衣女王在他最喜欢的巴尔·莫勒尔堡去世的情况 这两个行动的计划文件中 讲述了接下来的十天 包括女王的灵鹫运输 葬礼的各项准备工作 先进国王查尔斯三世第一周的日程等等事项 据英媒报道 接下来的十天 从9月9日开始 英国将进入全国哀悼期 葬礼将于9月19日周一在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在葬礼当天 女王的灵鹫将被运到温纱长宝的圣乔治教堂 举行电视直播的送别仪式 在晚一些时候 王室高级成员将举行一个小型的私人葬礼送别女王 另外 因为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堡去世 所以在她的灵鹫在被运回伦敦之前 也会在爱丁堡举行额外的纪念仪式活动 女王最后安息的地方将是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 这是圣乔治教堂主教堂的一个附属教堂 她的父母 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 以及她的妹妹 玛格丽特公主的骨灰都葬在这里 另外 菲利普的灵鹫也将从皇家墓穴移至到纪念教堂 与女王的灵鹫合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女王离世的消息被证实之时 伦敦的天空中出现了彩虹 很多英国人表示 这是她将永远地与我们同在的标志 维多利亚纪念碑上更是出现了双彩虹 有网友表示 或许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终于见面了 有媒体报道 菲利普亲王去世之后 女王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或许此刻 老人家在另外一个世界 真正的和爱丁堡公爵在跳舞吧